我又想追加一條問題 剛才提到社會上或社區上的 本來對我們沒有期望 但是我們把這個問題當作我們自己的問題 令他們都覺得你們也有參與 或者他們會比較有聆聽的意圖 我想問一下對於帝英姊妹 無論是趙傳道或者是陳牧師 這些參與 當我們嘗試去聆聽、進入 當我們嘗試以別人的問題做我們自己的問題 對於教會自己或你接觸的信徒 對於他們的生命或教會 有沒有一些靈性相或其他的改變 我想講一個例子 我聽過有一個參與Gibson社區中心的 都是領袖級的人 她跟我說她是英文堂的 即是她講英文,她是CDC 她說她以前一聽見人說國語 她就無名火起了 很生氣的 其實她也不知道為什麼 不過我想有一種 不知道從哪裡學回來的 一種很自然而生的一種種族的差距 或者文化的抗拒是人與心俱來 直到她參加Gibson社區中心之後 她慢慢脫掉了這些東西 她慢慢從一個欣賞她的角度 和平等的角度去看 另一個在她身邊的人 和平等的角度去看 陳牧師說的那個大概念 其實我想提出一個 首先提出一個所謂 common good 的概念 因為其實在我們中間或教會的概念 很少會提出這件事 或者可能那個概念是很含糊 也不一定 首先我們 common good 是說什麼呢 大眾都會覺得是好的事 正經裡面說中人以為美的事 但是其實中人以為美的什麼 是有什麼樣的向導呢 其實講到公共空間的時候 要退一步 其實由政府或政治的政策 一直到我們個人自己本身的生活形態 都是屬於公共形態的一部分 中間包括了 譬如我們經常講的職場 都包括在內 怎樣分類分類 其實我相信可能要另外一個課題去講 但是全部這些都其實跟我們 對於所謂 common good 的理解很有關係 基督徒有沒有貢獻 除了我們講的福音 是很美好 我們這樣講出來 但是對於眾人來說 是不是一個 common good 來的呢 其實 這個是一個很重要的課題 當我講起這件事的時候 我就想起 我不知道這個還在發生 其實跟陳牧師的教會都有些關係 其實我就知道其實 早兩年前 在馬琴地區 有十間教會 他跟當地的社區 還有十間 不是 有教會 有猶太會堂 甚至乎有回教的清真寺 那些不同的群體 一起好像組合 在冬季的時候就接納一些的無家可歸者 在他自己的 那個地區 去睡覺 去居住 有一晚 每個禮拜好像有一晚 好像是 陳牧師的華基教會都好像有參與做這件事 我不知道還有沒有繼續做這件事 但是我後來退回出來的時候 很多其他教會的弟兄姊妹 我聽到 為什麼他們可以做到這件事 好啊 他們會見到 特別是年輕的 他們覺得原來他們可以 作為教會 作為一個群體 可以將他們自己所有的 和有需要的群體分享 你很難想像其實馬琴 一個大陸的區域 會不會有這麼多 無家可歸者 是的 原來有很多 其實他們做這件事 我已經聽到由他們的間接 聽到原來市政府他們是很欣賞的 因為其實 你教會有個有的事的地方 如果你能夠分享的時候 Being part of the solution OK 當然 提供這個 solution on 就是這件事是一晚 都不是解決最終的問題 但起碼是一個真真正正的愛心 一部分的表達 但其實另一個層面 就是剛才我提到的 那個不同的層面 就是一個教會 你可以做一些救援 做一些 的 就是 relief的工作 個人可以做 什麼都可以做 但是 似乎基督圖那個 的common good 就去到那裏 但是會不會看到 原來 我們都要看看 原來有些大英姊妹 如果他們在公共政策層面上 或者這方面的 參與 他們有多一點的capacity 原來他們可以參與的時候 可以 甚至乎從那個 所謂sistemic 那個層面 去改善 解決這個問題 其實可能不是教會要走去做那個唱義 因為教會的確有他們的限制 但是教會有沒有 所謂empowerment empower 一些他們中間的成員 那些大英姊妹 他們有這個恩賜 有這個訓練 有這個教育 有這個地位的時候 不要抹殺了他們所做的 甚至乎當他們 宣教士 插顯他們出去 在那些層面裏面做這件事 其實我覺得這個也是 common good的一部份 但是怎樣去 nurture 這個其實就跟教會那個 創造觀念 福音觀念 宣教觀念 教會觀 甚至乎末世 那種末論 很有關係 其實要走回徒神學 但是我會看到 其實如果教會能夠 能夠見到自己 在社區裏面的正面影響 除了他將耶穌基督 上帝的榮美表現出來 present出來 宣告出來之外 但中間有一些是substantial 有一些tangible common good的element 可以跟這個社會分享的時候 我覺得已經是走了很大步 我覺得你說的也很重要 不是我們所做的事 都是要以堂會做本位 陳牧師的教會是很投下的 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但是也不只是以堂會作為單位 但是如果教會裏面 或者我們的牧者、領袖裏面 有一種意識 以至我們鼓勵 有些願意做的 我們去支持他 其實也是教會的見證 因為教會不只是看到堂會 其實我想進入另一條問題 其實也很想跟大家聊一下 當你們嘗試跟教會一起 或者帶領教會進入公共空間的時候 其實經驗到什麼主要障礙呢 其實大家剛才已經提了一部份 有一點有趣的 陳牧師和趙全道都說過 就是那種宣教官 很多時候 做這些事情的時候 都可能是歸入了宣教部的範圍 或者是宣教的budget 但是 這個是又跟我們平時說的宣教 可能有點不同 比如剛才趙全道說 那個宣教如果是跨越上生活的層面 比如進入了一個 行政的層面 政治的層面 這樣算吧 通常我們不會想它是宣教 但是其實當我們跨越一個範圍 當我們跨越出去的時候 其實真的有一種宣教 大家對於這個問題有沒有什麼思考和意見和如何衝破 我們以前可能是比較傳統的宣教官 其實那個問題在哪裏 或者你們怎樣去幫助大家去克服那個宣教官 甚至其實可能不是宣教官 而是關於福音官 神一國道官 比如說說宣教的問題 因為大家很容易會想到 譬如寢神中心是我們一種宣教事業 其實在哪裏是一個宣教的工作 我試一下 抱歉 你先說 有兩點 最近有很多反省 第一個就是我在地區域進修的時候 受到兩位教授的很大影響 其中一位教授Ross Hastings 提到宣教的概念 其實教會其實是一個 Gather and Scatter the community 我們聚合了 不是為了聚合而聚合 我們聚合了聚會了 是為了分散而聚合 意思就是說其實教會是聚在一起 去敬拜上帝 但同一時間是讓弟兄姊妹 讓信徒、讓門徒 去熟無造被Empower 以至他可以去被猜遣 去到不同的角落的裏面 這個就不只是再是一些所謂professionalist 的工作 不只是一些所謂傳統的 所謂傳統的 專業的一些所謂傳統的 所謂傳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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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的門徒、所有的信徒都有這個責任 所有的門徒、所有的信徒都有這個責任 這是第一個 第一點我想說 第二點其實呢 近來我也有一個 有一個反思 就是一個信徒的 所謂忠信的同在 想回在聖經裡面 其實耶穌在復活的時候 約翰福音20章 祂向門徒你顯現 第一件事就是 讓你平安 OK 裡面有很多 討論在中間 跟著就向他們出口氣 然後就說 父怎樣插遣我 我就怎樣插遣你們 OK 很多時候我們講的宣教 或者宣道的時候 這一段聖經 已經很少錯過了 我往往用馬太福音 但這個其實是一個很重要的文章 因為我們看回 原來耶穌在這一刻裡面 是猜顯他們的門徒 去到其他地方 但是怎樣猜顯 怎樣猜顯呢 就是說 好像上帝猜顯我一樣 猜顯你們 那上帝怎樣猜顯耶穌基督 那就看回 約翰福音福 第一章 OK 一章十四節裡面 祂道成的肉身住在我們中間 就好像 如今比特森那個 那個翻譯 在我們中間 扎的帳牌 在我們社區中間 OK 其實整個概念 就是耶穌基督 祂是道成的肉身 去到我們人中間 去到世界的裡面 在祂裡面 將上帝的同在 和那個榮美 在人中間來做現實 祂同樣這樣猜顯我們 每一個人 去到世界各地 去到不同的角落 去到不同的場合裡面 去現實 那我們怎樣去做一個 聖誠的聖誠 這樣其實 這個我也仍在參考 但其實我們自己在 阿羅莎裡面 很強調這件事 因為其實我們發覺 我們改變不了很多問題 但如果我們作為基督徒 在我們身處的場景裡面 盡我們的能力 在一個 活動的聖誠的時候 其實世人見到上帝 在中間 世人見到上帝 在中間的時候 希望就在那裡 雖然那個希望可能是短暫 但也同一時間 見到一個 最終的希望 在中間 所以這些可能是 所謂猜傳 或者宣道 宣教神學 但這個我覺得很重要 如果不是的話 其實教會就會 藏在一個模式裡面 覺得自己做很多事 都是為了自己的緣故 甚至乎可能是 都是 迷密 Empower 某一部份的人 但不是全部的人 都有他的崗位 中間 可以參與 那這個我自己覺得 是需要去正視的 我想提的 就是 講一個觀察 那個觀察是這樣的 一般人 上教會 上不久 事情變得複雜了 不是很懂 做一個平常人 不只是不懂做平常人 而是不懂做平常人 意思是什麼呢 我們產生了很多的字 句子 jargon 那些不單止 只是我們 第一層次的 所謂弟兄姊妹 分享 那些字 而是慢慢地 有一種很嚴重的 將世界排在外面 有意無意間 這個也挺根深看過的 所以 這些字 尤其是 跟著 愁圓 將它複雜化 講宣教 神話 等等 當然我們都是這樣長大 我們都是這樣學的 不過回應 這個背景 但是我想回應 聽完剛才回答這個 主持人問 你問 那專教怎麼看呢 我就記得一段經文 耶穌說 你們的光 就要照在人前 就這麼簡單 我們不用找位的 工作就要照 家庭就要照 不用這些字 就照在人前 怎樣可以很自然地流露出來 其實要教一些影姊妹 或者我們要還原一個基本的人際關係的簡單 即是你上班 你跟上司下屬 能不能夠有一種 基本的人際關係 而是一個人員 和一個工作人員 首先 我覺得這些都是 幾核心的思考問題 其實講宣教就是講這些 我覺得 就是我能不能夠跟一個陌生的輪舍 產生一種 很基本的人與人之間的接觸關係 而到那個地步 如果她可以歡迎我去她家 我可以歡迎她來我家 大家坐下吃早餐飯 講到一些大家共同關心的課題 用同樣的邏輯去講 我們上班可以都講到一些 人際 不像人話的一些基本的交談 而最後可能討論的就是 現在疫情很嚴重 那怎麼樣呢 我們大家 有沒有什麼建議給政府 諸如此類的問題 我們看到一條街骯髒 我們怎樣可以一齊 夾手夾腳改善呢 基督徒如果將一開始 一種比較基本 人與人之間 共同解決社區 解決社會的需要 變成一個 靈性化 才能講得到 我們就很難搞的了 你明白我的意思嗎 我有一點覺得我們不知為何學了一套 我們必須要隱藏在一套很複雜的概念 背後才會說一些愛人而己 其實我想愛人而己是最偉大的宣教理論 愛人而己 因為愛人而己是戒命的第二 避切也自相放 我覺得宣教是從愛人而己說的 從耶穌都說作而作方說的 地球有事 地球有事 這是天賦世界 地球有事 我們沒有理由不關心 然後我們作為Gilbo的身份 先賦如類 搞到世界有份參與共同業 搞到地球污煙瘴氣 我們首先應該真的悔改 Gilbo的最能力的環保 我覺得是悔改 是跟天父說對不起 然後問天父 我可不可以幫忙收拾茶 其實這個就是我們最大的論述 亦都是最簡單 最聽得懂的論述 然後我們很憤怒 告訴其他人 你為甚麼搞到我天賦世界 污煙瘴氣 我現在悔改 我知道我天賦心意 我跟他經常祈禱 我們就是用這種態度 開始參與討論 和參與幫忙 我覺得這裡有很多 更簡易和基礎的信念 是我們可以一起幫忙的 我不知道我這樣說得太內意 和太簡單 我覺得重新閱讀福音 就會找到很多這些很基本的 教我們和輪舍結練的一些道理 古薩瑪利亞人的例子 我們都不用問那個人到底是被誰打的 有人遇到迷難 第一件事就要幫忙 不用想的 其實 放下手上的事情就會做 我覺得這個就是耶穌最厲害的地方 他諷刺性的就是諷刺 我覺得陳牧師說的 耶穌說的 薩瑪利亞人的比喻很有意思 因為那些很聖結很神聖的 就是法利賽人或者祭司 他就不會幫忙 而幫他的人就是不見得特別熟靈 或者表面上看好像不是很神聖 很有宗教性和靈性的人 而我覺得 我才說的很重要 理念是其次 心的回復到那種單純和簡單 而那種單純和簡單其實很簡單 就是悔改的心 剛才陳牧師說到世界的問題 社區的問題 那些是不是你的問題 或者你有沒有份 我想關鍵就是 我們有沒有一個謙卑悔改悔罪的心 如果你覺得你大了 或者你覺得你沒有問題 全部都是他的問題 那這個是不是一個基督徒 應該有的態度呢 我覺得就是 好像大家所說的 就是需要反省的一個地方 我又再追問多一條問題 剛才說到那種移民的心態 剛才我們說到的信仰問題 信仰層面 我們在神面前的謙卑學校主耶穌 我們那種悔改 其實我們走出去 是因為我們首先自己有悔改 但是可以再退一步 就是有些好像大家所說的 就是超乎那個地步 有一種關於移民心態的問題 我自己有一點觀察 我覺得很不幸 就是我們這一代 或者這個年紀的移民 就是八、九十年代的人 比較多是這樣的 而後期 我想九十年代 或者打後 或者二零零零年 來的 或者比我們年輕的 雖然他說他是香港人也好 大陸人也好 他還是說流利的中文也好 我覺得他們和社區的關係是比較緊密的 是比較容易去投入和有感覺 英文又不知道大家怎麼看 英文的頂尖可能有不同的情況 你覺得我們這一種移民心態在轉變 如果不是有些什麼是可以 是不是真的可以打破到的 我說一下這個個人經驗 因為我八十年代在讀大學 後來回到香港 到2007年才回來 我這次回來 是很刻意想了解加拿大社區 所以我開著電台 就要聽CBC 不是說崇洋什麼什麼 我是很刻意知道 我需要生活在兩個世界 一個是華語世界 一個是英語世界 這個是一年很重要的事 我覺得傳導人 其實對教會現在發生的問題 教會的文化和現象是有絕對的責任 如果我們刻意把性族區分 或者可以這樣說 用了區分來支撐我們這種傳導的市場 等到弟兄姊妹經常要來聽我們講道 來參加教會聚會 因為這是我的行業 而不是好像以書所書這樣說 扔回去要求成全、聖徒、各盡其職 用剛才照義圖傳導的概念 真正的實力 教會真正的實力 不是在於Gathering的數字 是在於它Skater之後 發出來的光同意見 如果這樣說的話 我們從這個角度反省移民 我覺得我們真的要擺脫移民的 因為只有移民被別人看成二等公民 我們才有一個更加悲鳴的角度 去看這種所謂小數派 看出來大社會的問題 所以我覺得移民我們這個身份是擁抱的 努力學習 但不是努力學習成為主流 其實不是的 不應該有這種心態 因為八十年代、九十年代 經常有個字在環教會上輕說 就是成為主流 成為主流是一個很大的謎 主流是怎樣?主流是大了嗎? 主流是有霸權 其實他們想取得權力 想取得認識的 但耶穌連這個也將它顛覆了 意思是什麼? 我們根本不需要注意主流 我們需要注意人 我聽過有一個人跟我說 他跟我說 他的英文很有意思 但他去了一間跨國公司做的時候 他發現在加拿大 原來個個都是移民 他說真正的問題 真正的貢獻 不是語言的貢獻 不要以為說一口流利英語 就有貢獻 他說他後來很深地發現 真真正正的貢獻 在人類社會 在他的工作環境 代表的人類社會 是你有心 你有個人 你是一個很有特色的人 我覺得福音救贈我們 是從這個救贈我們 看得見移民與主流 將人扯開的錯誤分野 或者那個不必要的 即是stereotype 所以我們要培養的是 培養的是一種 人性 人的身份 基督徒要幫助我們成為人的身份 更好的一個人 先於加拿大人 或者是哪個崗位 即是職級的人 我想說 我今天都會自打嘴巴 我說教會的責任 是要跟隨基督 如果有一天 弟兄姊妹要選擇跟隨基督 還是跟隨教會 我會叫他跟隨基督 要傳到呢 有沒有什麼 特別對於剛才我們說 就是作為一個種族或者疑問 就是 剛才你之前也有提過這一點 就是 那個是否可以 即是打破呢 還有怎樣去打破 看到我們怎樣去 有沒有成功的地方呢 其實我也在想著 剛才陳牧師的提法 也很同意的 還有還有很多地方 我還要去嘴角 我只是這樣想 在現在 特別是現在這個時候 即是 作為移民 雖然來了三四十年也好 但是 始終 你怎樣去 可以認定加拿大 或者我甚至所住的城市 我的家 其實這個是一個很重要的 學習的過程 但是 同一時間也都面對著 就是我們始終是一個 所謂 minority 一個少數 特別現在 甚至乎在 因為 最近 美洲都很嚴重 其實 對亞裔的一個 hatred 等等這些情況 大家都可能有一個議題 就是成為一個議題去談 去探討 那跟我們怎樣自處 這個關係 但是我都沒有去針取到 怎樣去找到 我自己覺得 所謂滿意的答案 我只看過一本書 其實 這個都不只是移民 即我們都說是 移民或者 無論是新有舊的移民 的問題 就是外來 來到這個地方 見到我們的家園 等等的問題 其實 現代整個圖畫 都是 用這位作者 就是一個加拿大作者 Brian Walsh 和 Steven Pettiger 他說到 我們很多人 包括 所謂主流的 其實都處於一個 homeless的狀態 homeless的 可能 雖然他們可能在幾個 generation 但是 都仍然是homeless 這個是另一個很重要的過題 值得我們深思 一個displacement 其實我們每個人都被揭露了 但是我們作為 在這麼多的 包括在經濟的 包括在我們文化的 包括在文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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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我們自己作為新移民 還加上了一層 的ethnic 的 加上了一些壓力的時候 我們怎樣可以 一方面 不單止說 這是我們的家 去主動投入 但是好像剛才陳牧師這樣說 是一個謙卑的投入 不是嘗試去挖權力回來 等等那種 提高我們的聲浪 那種homeless 那種 comum的感覺 或者那種 立朗法 而是真的 願意 脫離了那種 漂流 而真的可以在這裡 生根落地 不單是因為 好像 尼尼米 叫那些 流放去巴比倫 你在那裡生魚肉類 你在那裡賣房屋 這麼簡單 而真正正正在那個地方 claim it as home 然後為那個地方 shake shalom 其實這個我覺得是另一個角度 我們可以看的 就算你是少數群族 其實你去到那個地方 為那個地方去尋求 那個所謂整傳的平安 其實是另一個比較活動的緣故 但是所謂 common good called active 平安是什麼呢 大家要責探討 這個是我們很少提到的 所以無論你是大多數的 或者是少數的 其實我們仍然有這樣的 我覺得是一個能力 和一個召喚去做這個 我想指出一個問題 回應 Samuel 剛才提到 怎樣可以 take it as home 我覺得加拿大很精彩 我想從grace resource 這方面提出 香港人有一個很嚴重的問題 他將香港等同加拿大 香港只不過 如果比起加拿大 只不過是很小的一個城市 他的人口也很少 但是我們根本來了加拿大 只是去過多倫多 Scarbro Markum 我們就說去了加拿大 就是將香港等同加拿大 這是一個很需要我們徹底矯正的一種錯誤觀念 同樣道理 我們香港人用香港來比較中國 真的笑大人口 就是中國的復原和人口的複雜性 民族的複雜性 是遠遠超過香港人能夠理解 所以在用字上正顯示我們這種大香港的心態 亦都顯示我們視野的狹窄性 如果說到這個 我就想說 加拿大這個土壤本身 是有很多值得我們欣賞 和有待發言的地方 從東到西走一次 從城市到鄉鎮走一次 從不同的名詞 去了解背後的淵源 歷史這些全部都是我們急起要直追的事 背後可以很強的信仰心態 不是為了宣教 只是為了好好地享受上帝的恩典 去到極致 所以我見過有些人在馬克勒 從東到西走一次 他拿了相機出來拍照 有些心態是 在自己的國家去旅遊 一個這麼近的城市 他永遠都還是旅遊心態 他從來都沒有正正式式 進去加拿大文化裡 去欣賞同學習 我只是想回應這些 都挺可惜的 我同意的 除了加拿大的國土 本身很遼闊 我記得那時候 十幾年前 從東到西走到蘭克勒 的時候開車 開了兩天半 都還未開到奧塔利亞 你想想 整個地圖 不要說過巴里斯 但其實還有另一個層面 就是歷史 雖然有些人說 加拿大好像沒什麼歷史 但其實不是的 還有很多很沉痛的歷史 我們可能需要探索 因為作為移民 其實我們來到這裡 完全都不認識 究竟這裡的 First Nation 他們所面對的 曾經的情況 我很深印象的 就是幾年前 在這邊 我自己參與的教會裡面 就去安排了一次的聚會 叫做Blanket Exercise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聽過 這件事情 其實是那個 Truth and Reconciliation 那個Commission 他結束了那個報告之後 就有一個加拿大的 基督教的機構 舉辦了這樣的活動 是巡迴性做的 你可以在Dorandor也有的 你可以聯絡這些 你可以上網查看 叫做Blanket Exercise 很震撼 因為其實 對我來說 可能在學校的時候 以前 可能在這裡 初初來了一兩年 讀中學 最後一個年 以及都聽過土著的情況 或者是殖民的情況等等 但我沒有想過 原來他們的沉痛是這麼深的 中間有這麼多的經驗經歷 我真的沒有想過 但我猜我們其實 作為移民 來這裡 claim as a home 的時候 不單止買一間屋 找一份工作 我的子女可以在這裡 有好的學業 有好的發展 那就算了 可能過一輩子 繼續去消費 繼續去工作 繼續去生活 而是真的實在在 認識這個國家 深層一點點 甚至乎歷史上 其實有很多很複雜的情況 也值得我們去看 去聽 去學 去聆聽 以至於對這個國家 是一個立體的認識 這個我覺得 是其中一個 我們作為移民也好 華人 無論你是第一代也好 第二代也好 第三代也好 其實都應該要做的一件事 而是我們真的 不只是 embrace 這個身份 Canadian的身份 而是我們既然被上帝帶來 或者我們自己選擇也好 來到這個地方的時候 無論這個是我們自己 所謂建立一個家園的地方也好 或者我們claim as a公民也好 其實這些都是我們可以做到的事 而如果擴大這個空間的時候 再將我們的基督信仰回流在一起 上帝講到的恩典 講到他的差遣 人去到不同的地方 其實我們的使命觀就會立體很多 如果真的嚴格來說 其實可以有很多很多事情可以做 我覺得大家講得很好 其實之前我們講到 我們有一些觀念上的閉塞 或者你叫做神學信仰觀 但其實那個當然要有一些 叫做調整也好 或者重新出發也好 反回聖經也好 都是很重要的 但其實第一件事 我們可以做和要做的 就是我們講今天 題目的環教會和公共空間 其實第一件事要做 就是你真的要睜大眼 去看、觀察、感受你身邊的空間 而空間當然也不能狹窄到 只是那條街或各個城市 如果對我們身處那種環境 我個人也好 即教會也好 對我們身處處境 能夠有多些感受、觀察、了解 我想那個視野和想法慢慢就會有轉變 或者你會思考到 我如何由紀錄圖的角度去出現 不過我也想再問一條問題 先講一些心態也好 或者是背景、信仰觀、實學觀 現實一點的問題 例如去參與、留意、付出 很多教會會覺得他們的能力很有限 人手很有限 他們的傳導人已經很忙、很累 可能他們也很想有多些時間看CBC 但他們真的很忙 預備廣道、關心弟兄姊妹 即是怎樣去面對這些 每一個付出都有一種要求 對於那種資源 人力的資源、金錢的資源 即是對於有人覺得 這個好像是否有另一種負擔和要求 他們覺得很為難的時候 堂會也好、傳導人也好、領袖也好、信徒也好 你們會有什麼回應或怎樣去面對